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旭,今天我们继续讲技术算法系列,这一次讲的是快速排序织模板 这里面我们不去介绍什么是快速排序,我觉得这个支持点大家可以看微几百科 很容易就会理解 但是这里面呢,我们想去介绍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模板 这个模板也是我在网上参考的 并且简单的提一下边界条件 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OJ的题目啊 很简单是给了一个长的为N的这样的一个序列 然后每一个元素呢,在下面 然后要求我们按升序,以空格分割输出这个升序的结果 数据规模是10的5次米 但每个值可以用32倍的整形来存储 我们来看一下模板怎么写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你的学习有帮助的话 可以通过微信或者珠宝的捐赠来支持我的创作 也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B站频道,YouTube频道,每周都会有新的视频上传 输出输出不讲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溃排的这个函数的入餐 S跟E我们来代表的是这个写法 我们用L跟R 这样看比较好看我觉得 它代表的是我们搜索区间的最左侧的值和最右侧的值 第一步特判一下 当我们搜索区间长度小1.1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反过就好 接下来我们声明三个指针 分别I,J和M 分别代表的是从左向右扫描的指针 从右向左扫描的指针 和随机在中间选取的目标值 接下来我们写这个快排的模板 最后呢我们再分别递规调用 好的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里面的这个思路 首先选一个中间值 这里面中间值呢我们是取的是向下取则 然后移动两个指针 当左指针I指针找到了一个大于等于M的值 J指针找到了一个小于等于M的值 并且I小于J 我们这个时候将两者调换 然后继续执行这样的操作 直到I大于等于J 其实不会大 只会I等于J的时候就会跳出 然后最后呢我们选取的这个区别是L的J和J加1带L 为什么呢 为什么是J和J加1呢 这个就是很晦涩的一个边界问题 我不太想讲这个 但是我先简单提一下 我们可以这么想 就是说因为Z呢 是从右向左移动的 对吧 那么比如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数值 如果Z停到了这个位置 就说明说明我们这个从Z开始 就四五五六这个位置的元素肯定是阳格大于M的 那Z呢有可能是小或者是等于 所以我们就将这个区间分成了 从其实的位置 L到Z这个区间 和Z加1到R这个右侧的区间 这两部分 所以我们直接这样取的 但是这样取的时候呢 我们注意目标值要怎么取 就是这个 一定要 如果你取中间值要向下去了 如果你要是取最左侧子 取最左边或者最右边的值的时候 你一定要取最左边的值 而不能取右边的值 换句话说也是一个向下去者 对吧 为什么呢 我这里面就举一个反例 比如说 我们只有两个元素的情况下 1跟2 那么我们 如果说取的是 M取的是 这个右侧的值 右侧的值 比如取到这 那显然 我们最后呢 这个J会落到值 对吧 因为 第一个元素 它的值 就等于了M 对吧 然后 I呢 也会落到值 所以我们会看到 你相当于 又无限的去调用这个01这个区间 对吧 01这个区间 所以会死运化 大家可以分析一下 用I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所对应的我的这个取整 是怎么样的一个取整的方式 最后就是 如果真的有一天回头我们再写这块牌的时候 这编例条件 我估计就忘了 你再去现想的话就很麻烦 所以怎么办呢 我的方式就是 简单背一下规矩 比如我们只要记住三个就可以了 J J加1 和L 对吧 有一个特点就是 我觉得在背东西的时候永远都是反的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取的J J可以认为我们是 I跟J里面取的一个比较大的值 然后紧接着会跟着一个相反的东西 就是L L跟R是一个 就是相对较小的一个东西 这样的话你不会忘掉 当然在背的之后 你一定要明白这里面的边界的原理 去思考一下 这里不去讲 我觉得这个思考的细节会非常的繁琐 没有太大意义 OK 我们把这代码运行一下 不错啊 这个就是还是 嗯 好像还没有问题 看一下 怎么做 啊 没有声明 对吧 这个 提交灯在编译 啊 没有问题啊 我们过了啊 那么这道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期待要收看 再见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